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取高贺寡 战国时,楚王很相信宋玉,让他随时跟从在身边 有一些人对此很不满意,纷纷在楚王面前状告宋玉 有一次,楚王问宋玉说,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你呢? 宋玉点头回答说,是的,大家都不喜欢我 不过,我想请求大王耐心听我说 楚王说,好吧 宋玉向楚王讲了一个故事 楚国都城里有一个人很会唱歌 当他唱到楚国民歌《夏里巴人》时,跟着他唱的有几千人 接着,他唱稍微高深一点的《杨阿》等曲时,跟他唱的不过几百人了 当他唱到高雅尖身的《杨春白雪》时,跟他唱的就只有几十个人了 当他把五音的特色都加以发挥,并使他们组成协调曲词的时候 跟着他唱的就只有几个人了 原因是曲调越高雅,唱法就越艰难,跟他唱的人自然就越少 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处在世上,往往都是独来独往,超然立在众人之上的 就好像高飞九千里的凤凰和遨游九万里的鲲鱼,一日就从北海游到南海一样 小动物们都不理解,他们为什么要飞那么高,游那么远 最后宋玉说,那么多的人不喜欢我,正是这种原因 曲调越高雅,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 故事的原意是比喻知音难得,现在多比喻言论或文章不通俗,能理解的人很少,还有讽刺意味